六百万年前,一头母猿产下两个女儿 这两个女儿的血脉在物种上分道扬镳 在漫长的烟花之路上漫无目的的艰难前行 沧海桑田,三百五十万年后 其中一个女儿的后代在东非大陆上时代繁衍 他们进化成了一种奇怪的样子 他们脑袋朔大吃力行走 他们就是我们智人的祖先 虽然他们的样子已经和现代人类很接近 但他们和身边的黑献型大象并没有本质区别 弱小的他们时刻担心遭到食肉动物的捕杀 他们只能采摘野果,挖着昆虫,或者追杀一些小动物来冲击 有时也会可怜兮兮的跟在食肉动物后面吃点腐肉 然后用石头砸开骨头,做一颗骨碎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有一天他们的后代能遍布全世界 能登上食物链的顶段 把那些恐怖的食肉动物都赶尽杀绝 能在头顶的月亮上漫步 能分裂原子修改基因 还能捧着手机刷到命 现在看来人类能从卖物生命中脱颖而出 当然要归功于他们的硕大的大脑 但事实是,即便人类的肩上顶着一颗大脑袋 却仍然在动物界当了两百万年的若鸡 没有人知道这个物种为什么会对脑容量这么迟迷 远远高出平均水平的大脑 除了让它们会用石头敲开骨头 会把树剑削尖刀武器实在没有其他处材的表现 而这颗大脑却让人类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在极端的匮乏中 人类为了维持大脑的容量 不得不削减对身体的营养供给 使得人类的身体瘦弱四肢无力 还要扛着一颗又大又易碎的脑袋奔波 不仅没有生存优势 还把腰椎和颈椎病留给了子孙后代 而且这个脑袋还是个能耗大户 只占身体重量的3%不到 却要消耗25%的能量 这样奇葩的硬件配置 让弱小的人类只能在15量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而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由于直立行走 人的骨盆变得越来越窄 这样可以更好地支撑身体 但这对女性来说却是一个灾难 骨盆变占 女性的产道当然也会变占 但人类的脑袋却还在继续增大 于是我们人类的女性 就成了所有动物中 生孩子最痛苦 最容易因分泌而死亡的物种 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孩子 发生了大量衣食两面的惨状 而只有一种特殊情况能让母子平安 就是早产 胎儿在还未发育完善 尤其是脑袋上的骨缝 还没有闭合的时候强行分泌 婴儿的脑袋在产道的挤压下 变形后才能室内出生 那些卓越的胎儿还未出生 就被残酷地淘汰 活下来的都是早产儿 这种早产的特例 渐渐地成了全人类的共同形状 所以我们都是早产儿 但即便如此 人类女性依然是所有动物中 分娩最痛苦 离死神最近的母亲 难缠的问题解决了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人类的早产儿 完全没有任何自理能力 需要母亲一刻不理地照顾一两年 这就让母亲很难为自己和孩子 找到足够的食物 于是人类之间互相协助的 社会关系出现了 种族部落出现了 女人们在家照顾孩子 采集食物 男人们结板外出打猎 有了血左就有了生产力 种族开始繁衍壮大 蜷缩在东非的人类族线 开始开枝散叶 向着全球迁徙 并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进化 走到欧洲和西亚的人类 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 身体进化的越来越窥雾 形成了一个新的人种 叫做尼安德特人 来到亚洲的人类 演化成了直立人 在我们中国发现的 北京猿人和蓝前猿人 就是直立人的亚洲 来到印度尼西亚的人类 因为极端匮乏 进化成了身高不足一米的小矮人 叫做弗洛里斯人 还有在西伯利亚演化的丹尼索瓦人 与此同时 留在非洲的人类 也没有停止分化 出现了鲁道夫人 匠人 还有我们这个人种 我们厚颜无耻地 将自己命名为 智人 明智的人 人类分化出来的各个人种 在地球上遍地开花 但他们认不过 是一种边缘化的物种 在孤独而漫长的演化中 过着可怜兮兮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 一直过了一百多万年 直到他们渐渐地学乎了对火的控制 火的使用 让人类开了外挂 让人类离食物链的顶端 迈进了一大步 对于其他的任何动物来说 任何一项技能的获得 都得经过漫长的进化 但是人类拥有聪明的大脑 可以不用进化 只靠后天的学习 用语言代代传承 就可以快速掌握火的使用方法 这让其他动物都猝不及防 人类突然就可以举着火把 和狮子打成平手 一个人类的柔弱女子 就可以一把火烧掉一片森林 得到平坦的清晰地和大量的烤肉 有了火 人类就变成了一个厨师的种族 有了火的加工 小麦 水稻 土豆 这些很难被人消化吸收的食物 就变成了人类的主食 人类获得的能量大幅增加 而且婴儿有了更好的食物 可以早点断奶 人类女性就可以更早进入妊娠 生育力大幅提高 但这并不是火最大的用途 最了不得的是 人类食用火直接加速了自己的进化 食物被火加热后更容易咀嚼和消化 于是人的牙齿缩小了 肠道变短了 牙齿和河谷的缩小 进一步为大脑的发展腾出了空间 肠道变短 省下来的营养就可以用于大脑的生长 人类尤其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 因为火的使用大脑越来越大 地球上的各个人种 就这样相爱无视的各自繁衍 但到了七万年前 我们智人的祖先突然爆发 从非洲的一个小角落里 开始向外扩张 智人每到一地 当地的原生人种就会迅速灭绝 比如当智人到达欧洲时 就遇上了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尼安德特人 这些人四肢发达的头脑却不简单 他们会使用工具和火 也形成了部落社会 但就是这个看起来 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 都优于智人的种族 很快就因智人的到来 而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不管是因为种族屠杀 还是因为在竞争中落败 尼安德特人的灭绝都让人匪一所死 短短六万年 智人走遍了全球 把散落在地球各地的亲兄弟 一一灭绝 自此我们智人 就成了地球上唯一的人类 慢慢的智人 也习惯了自己的唯一性 以为自己是造物的旗帜 以为自己和整个动物界 隔着一条火城河 以为自己是地球的长子 那么七万年前 智人究竟开了哪一窍 能让他们迅速抵达遥远 而陌生的一世界落地生根 并把比自己更强大的亲兄弟 赶出世界舞台 答案有些匪夷所思 因为智人掌握了独特的语言 一种可以八卦 可以吹牛的语言 智人在八卦中产生了社交 在吹牛中产生了庞扎的组织 然后他们像滔天的洪水一样 席卷全球 本视频的观点来自人类监视 下个视频我们聊一聊 智人究竟因何迅速崛起